今天選擇一個亮點代入法 如何應付這一類的題目 首先題目是問你這條直線方程 其實它給了方程 給了一點點,碰到4 我們通常會寫一個座標 這個x是4 即是40就是它的座標 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90度,三個型內角和 其實你都可以知道 這個180度-90度-45度 所以這個都是45度 有什麼用? 代表這兩截距離一樣 這一點的 Y接距都是4 這個Y是4 X是0 所以這一點是04 只要你有這兩點 代表這四個方程 其實你一定可以找到正確答案 如果A的時候 x是40 4加0 是不是4? 是0 4 0加4 是不是4 是 所以A應該就是答案 B 試試試看B 看看為什麼不行 4-0 是4 但是0-4 是-4 所以B 是不行 OK 0-4 是等於-4 所以B 又不行 C又為什麼不行? 4加0 是甚麼? 4 4加0 4 所以負4 所以答案是A OK 其實你又不用用正常的計法 因為你在做選擇題 是嗎? OK OK